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 五分鐘看天下之黑科技情報局 我是局長布萊恩 最近我生活周遭的朋友 大家都在討論智能家庭 大家知道智能家庭 Smart Hope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嗎 這些產品也到底又有多smart呢 不說你還真不知道 讓我們來聽聽心地好的人 他是怎麼說的 智能家庭Smart Home 顧名思義就是一種 利用先進的電腦運算技術 綜合網路連線系統整合出來的一套 智能家用系統 不論是防盜系統、空調系統、 庭院灑水系統或是家電用品 例如電視、電燈、音響、風扇 甚至是冰箱、烤箱等等 都可能運用先進的網路連線 透過電腦、平板設置 或是手機 都可以進行遠程操控 這樣的一種智能型態 產品系統的出現 大大的提升了人類的生活品質 同時間也降低了家電用品的 潛在危險性 智能家庭的最大的功用 就是要讓你更簡單 更輕鬆地享受生活 比如說夏天要到了 天氣越來越熱 回到家打開大門 家裡根本就像個 微波爐式的熱得要命 現在有了這套智能系統 你就在你的手機上面 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先把空調的溫度設定好 回到家的時候 打開自然就是最舒適 最好的溫度了 今天按照慣例 局長我也要來跟大家推薦 兩個關於跟智能家庭有關的產品 有了這樣的產品 我相信你應該也可以很簡單地 打造一個屬於你自己的智能生活 Amazon Echo是Amazon近期搶工智能家電的產品 目前已有大約超過400萬的訂購量 用戶的評價也都是在4.5顆星 Echo除了具有藍牙音響功能之外 最主要的是可以透過龐大的雲端數據庫 來回答各式的問題 當然Echo的音響質量也是被廣大的網友好評的 據說聲音是充滿了整個房間 並不會讓你感覺到這聲音是從某個角落發出來的 Dad really likes that Echo just plugs in so we never have to charge it Plus, Echo's really good at keeping track of things like shopping and to-do lists Alexa, add wrapping paper to the shopping list I've put wrapping paper on your shopping list Alexa, how many teaspoons are in a tablespoon? One tablespoon equals three teaspoons Alexa, set a timer for eight minutes Eight minutes starting now Dad's not a morning person, but Echo definitely helps him wake up Alexa, alarm off You gotta get up It's Saturday Alexa, what day is it? Today is Thursday November 13th I'm up, I'm up 科技龍頭Google在今年的IO大會上 終於也發布了這款家具核心處理器 Google Home 預定是在2016年10月要開賣了 作為網絡搜索的龍頭 在整合Google各種服務的這方面 佔了許多的優勢 當然也讓Google Home相對更聰明許多 例如了解前後文內容的能力 另外Google也在積極開發多種語言系統 不會單單只是針對英語使用者 最後Google Home在產品外觀上有許多的顏色搭配 讓消費者可以根據客廳、餐廳、臥室的裝飾顏色 更換不同的外觀 早安! 早安! ください 看完以上的介紹之後呢 你有想好要買哪一款了嗎 感覺是不是都還不錯 局長我個人是比較喜歡Google Home 畢竟顏值高還是很重要的 當然有了這些智能家庭產品之後呢 是不是會讓你的生活變得不一樣呢 最後局長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使用這些智能產品的時候啊 千萬要適當不要過度哦 今天的黑客激情報局呢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當然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關注我們天下位置的官網 Facebook YouTube WeChat Instagram 還有Vimeo 我們下週再會